-小禮飛刀 -小禮飛刀 哈囉大家好,我是Stanley 中心兄弟的小禮飛刀李正昌 近期一位手走發言被嚇放了俄軍 李正昌提到的是8月6號 在統一時丟完的賽後 出現手沒有辦法彎的情況 防護員報告建議先休息3到5天 那今天的影片 我們就剛好在李正昌缺證時 聊聊他今年在義軍的表現 分析一下從數據跟比賽中 我觀察到的小禮飛刀 看看跟過去幾年的差異是否非常大吧 2018年季中離開到期 反才投入選秀的李正昌 雖然已經31歲 但曾經上過大聯盟又去過日直發展 當時在到期3A的表現也不俗 最終不是被釋出 而是行駛合約之後的逃脫條款 主動離隊 那年的選秀前 李正昌撞臉的呼聲極高 多家媒體都認為第一順位的富邦會將他帶走 結果富邦選擇了戴肥蜂 左右師隊挑走古靈瑞陽 讓李正昌調到第三順位成了炭花 而他也在選後不到一個禮拜 就跟兄弟談好了合約 以3.5年月薪62萬的價碼 傳賞34號球衣 很快投入到下半季的戰場上 在李正昌加入之後 也從陳柏豪手上接下了終結者的位置 下半季26場出賽 收下43次就演成功 合計25.19的頭球 防禦率僅1.42 一度是連11場登板頭球無失分 讓兄弟牛棚多了一個大魔王 從2019年開始 李正昌基本上就是兄弟後援防線中 最安心的代名詞 又獲得泡麵計時器的美名 因為他的頭球節奏快 節覺打指能力又強 像是泡麵醬料包 才倒下去 還沒泡手就結束了 連兄弟球團都為他出了一款泡麵踢 哇 再來一顆 吹到了145 哇 直接塞了速球進來 三顆球不囉嗦 解決掉了第一棒的張正偉 水才剛到 一口都還沒 比較明顯不一樣 最後還是三陣 看可不可以撐一下 李正昌自己也開玩笑說 因為他只有兩種球路 就是1跟2 直球滑球的選擇而已 沒有第三、第四種可以選 所以不用搖太多頭 很快就可以決定要丟什麼球 因此投起來節奏也會快一點 不過去年底獲得球團再續三年約 月薪調升到80萬的李正昌 雖然今年球季還沒結束 就已經吞下剩下單季最多的5次居然失敗 現在上場也很少是直接三上三下關門的 危機一多 自然失分也多 終結者的位置 也暫時讓給了呂彥晴 對於李正昌來說 健康問題應該是他首要擔憂的 雖然說兄弟對他的使用 現在還是小心謹慎 但過去三年的單季出賽數 也都突破50 對於位有年紀的投手來說 負擔一定不小 除了入隊第一個半季 李正昌基本上年年都會遇到傷痛的問題 影響出賽 2019年先是被搶席球集中右手於清 後來因為肩膀不舒服休養一個月 季摩也辭退了12強代表隊 2020年開季是背部跟腰部的肌肉緊繃 造成輕微拉傷 去年則是經歷手臂緊繃 右拇指關節腫臟的問題 季摩還動刀清楚骨刺 因為已經影響到了他的日常生活 連要拿他前面的盤子 手可能都使不上力 今年他雖然趕上開季回歸 但穩定度明顯有落差 上個月就出現手手發炎的狀況 希望一段時間之後還是沒有改善 兄弟只能將他降下二軍 何時可以歸隊 還得看後續的復原情形 從數據上來看 李正昌本賽季的發揮確實不理想 特別是被打機率2x72 跟去年的1x90對比有嚴重落差 如果跟整個聯盟後援出賽場數前10的投手相比 他的被打機率也是最高的 今年救援的過程中 李正昌遇到的狀況也非常多 像是中直線亞第一次的投手犯規 還有罕見的再見爆頭 讓他吞下多打5次的卷失敗 這當然是裁判們主觀的認定 對 小李飛刀告訴助總 沒關係 交給我來 自己的鍋自己承擔沒關係 但要說李正昌完全失去壓制力了嗎? 我覺得沒有 雖然說他的三正能力寫下近四年來的新低 但K9值也還有9.8的水準 這個數字一就是非常嚇人的 保送也沒有說丟的特別多 BB9 2.7甚至比去年還要低 單看防御率3.71確實偏高 單進階數據FIP就會降到2.60 比帶班終結者表現亮眼的呂彥青還要低 在球種方面 前面提過李正昌只有直球跟滑球兩種球路 雖然過去也曾練過直插希望增加一個武器 但成效不佳還導致肩膀不舒服 後來就作罷了 只希望透過不斷的進步讓自己原有的球路更進化 許多球員跟教練都提過 李正昌的直球有著球速快位移好的特性 就算空得穩 也不一定會準確進入捕手手套中 因為偽禁太好了 會像蛇一樣亂竄 所以應該可以用蛇球來形容 而他的直球 根據PTT大神的統計 今年極速還是有150的水準 均速落在145.7 這個數字並沒有比去年慢喔 均速今年反而是提升的 甚至也比2020年上半季的他還要快 所以如果有人說他今年是因為失速表現才下滑 你可以直接告訴他這是錯的 至於他的滑球 出手點跟直球相似 注意混淆對手 靖蕾變化很晚又有速度 甚至在專業媒體 VR做的現役最強滑球專題中獲得了最高票 光這兩種專精球路 確實就已經讓打者非常頭痛 可惜的是中辭現在還沒有數據網 沒有統計投手的各球種被打擊率或者揮空率 所以我無法去比較他今年的滑球 犀利度是否減少了 純粹用眼睛看實在是沒有說服力 那李正昌現在的防禦率會偏高 我認為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他的球運不佳 現在李正昌的BABIP 0.356遠高於聯盟平均 被打進場內的球容易形成很大 但兄弟是全聯盟防守最佳的隊伍 理論上是會大大幫助到李正昌的 結果卻反過來 而他的殘累率54.2% 則是遠低於平均值 這兩項數據隨著局數增加 通常是會有所修正的 另外李正昌的殘累率會低 有一部分跟第二個問題容易被倒雷有關 其實去年的他就有這個狀況 雖然對手跑的沒那麼多 但合計五位跑者在他投球時發動倒雷 全部都成功 連去年阻殺率逼近五成的高於捷 跟李正昌搭配時被發動三次倒雷 而他三次都沒有抓到 今年這個劣勢被更加放大 本季26.2局的投球中 李正昌被對方跑者發動了八次倒雷 跟他搭配了捕手 包括黃軍生、高於捷、陳家居、林無敬偉、弗萊希 通通都有被倒成功的紀錄 八次中只有弗萊希成功抓到過一次 剩下七次都沒有抓到 李正昌總教練也提過 李正昌遇到很多被倒雷的情況 已經變成大家都知道的缺點 這是需要和投手教練跟他本人討論的 雖然本季投球的表現沒有落差很大 但無法有效看管跑者 一旦遇到雷上有人時 他的壓力就會變得比較大 就拿8月4號對富邦這場比賽來說好了 九局上登板的李正昌 先是被董子恩敲出案打上雷 富邦換上帶跑的莊維恩 兄弟這邊也換了高宇杰代步 結果李正昌面對下一棒的王勝偉 投出第一球對方就發動倒雷 過程中他完全沒有往一壘跑者的方向看 讓富邦直接推進一個雷包 也間接導致後面的爆頭失分 這個滅化球結果提前洛妮的情況下 沒有辦法接到三次的跑者回來 比賽結束了 結果是一個再肩爆頭 讓這樣比賽劃下的去點 李正昌的變化球提前落地 高宇杰沒有辦法擋住 讓三壘上的莊維恩 跑回了至勝分 所以在不少人的印象中 今年的小李肥刀只要被敲安打 就算是短程的一雷安打 也能跑成二雷安打近戰得點圈 從數據來看確實也如此 對於為了要關門的守護神來說 殺傷力當然更大 結論來說 我認為李正昌的身手並沒有真的退化很多 速度沒有慢 反而還更快了 三次的能力依舊 控球的穩定度也有 最大的敵人還是健康 只要他休息調整過後回歸 照樣會是牛棚的強大戰力 但長遠來看 李正昌也35歲了 兄弟本來就該開始找終結者的接班人選 原本以為最有可能的會是吳俊偉 想不到竟然他的狀況迟迟調整不回來 現在變成本來可以先發的呂彥晴去接 真的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以現況來說 教練團最信任的就是呂彥晴 人選暫時可能不會更動了 而且他在牛棚的發揮 確實比先發穩定更多 今年32場的後援出賽 EIA Plus是563 形態上跟李正昌不太一樣 不是那種大秀K公的強力守護神 但對方就是打不好呂彥晴的球 我覺得他自己應該也會慢慢去習慣這個定位 換個角度來想 也是呂外第一子民的傳承 同樣都是首輪的終結者 在兄弟本土輪職、有無遮願 未做成甚至成不好頂上的情況下 未來如果真的讓呂彥晴去關門 其實是可以接受的 那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你看好李正昌的商運回歸接守護神 還是呂彥晴會代班變正職呢? 快點下留言告訴我吧 我是閃力 也歡迎訂閱我的副頻道 閃力採訪生活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